哈喽大家好,我是比哥,今天用李白和表弟单挑,表弟用的是夏洛特,夏洛特是一个免费英雄,李白怎么说也是18888金币的英雄啊,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,而且我这个表弟是个初中生,他玩的时间也不多,怎么说技术上应该是不如我的,那么我们来看看事实究竟如何呢,开局前两分钟我表现还是很不错的,这边我们来先刷一个大招,对方过来马上一个二技能闪开, 我们再准备回过来,夏洛特现在才四级,在经济上我其实是领先夏洛特的,打他,他一个大招,马上一个女人防向一个大招,一开局在两分钟左右,就拿下了一个人头,拿下手杀,还是挺满意的,拿下手个人头之后我就觉得虐他应该是很容易的,怎么说打一个初中生应该没有多难的事,我们看一个大招,先把这个小技能给抢了,抢了之后我们看他没有多少血,他吓得跑了, 我们准备一技能进去收割,当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啊,我的差点也被他给收割了,我们换过他一次 我以为长血的他会回去啊,没有想到他居然还敢出来,然后我刷了一个大招,刷完大招一技能回敲了之后 这一波操作真的是令我自己都有点失望啊,但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人失望,明明我这边等级比他高,然后经济也暂时还是领先的,结果还是打不过夏洛特 难道我这18888金币的英雄是白买了吗,我们看一下这边他又来了,既然是冲着我冲过来,我先开溜,他还没有追过来,我们先打个小兵,飞回来,这时候他又来追我,我利用米白的机动性和他周旋,这边打两个怪,他还敢过来,一个一技能再打两下,准备刷一个大招,没想到他直接守我的分身, 一个大招没有打他多少血,他打我倒是很疼,没想到免费的夏洛特这么强啊,18888金币的礼牌居然打不过夏洛特,真的是太尴尬了啊,这边又准备来跟他强,强推一把,到后面我经济反而都打不动他,我带了一个这个名刀,都给他打完了之后,马上开溜,他这个,这个英雄怎么说呢,太,位移又快啊,伤害又高,然后呢,又漏,打不动,最强的是这一次啊, 看他残血,我居然打不死,还被他缓杀,我也生死罪了,不然是想惩戒,惩不到他,然后准备,他躲在草丛,回手掏我,没想到这时候连跑都跑不掉,被缓杀,你说这一次打的是不是很,很惨啊,那么大家觉得是我技术不行呢,还是这个李白真的打不过夏洛特呢,大家有没有用李白和夏洛特当条过呢,最后啊,成绩以1比6,啊,玩虐啊,不是,玩败夏洛特啊,总的说, 这一次啊,说的是真的很惨